我现在来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周期跟图形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先介绍最重要的正弦跟余弦函数 我们来看上面这个图形 y 点 side x 图形 它是正弦函数 它的图形是 由 0 到 1 到 0 到负 1 0 1 0 负 1 它是一个这样子周而复始的一个 它每到一个地方的话呢 它又会回来的 这种图形的话呢 我们称为周期函数 y 点以 cos x 的话呢 它的图形跟 sin 很像 它只差二分之π 往左边移二分之π的单位的话呢 sin 就会变成了 cos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周期 周期的话呢 是说我们的话呢 由这边出发 走了一段路之后 经过了一段时间 又会回到了原来出发的位置 我们就称为周期 那段时间就称为周期 我们的话呢 来看看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画条线 让同学看一看比较清楚 来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清楚了 sin 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 这相当于是一个拨 两个拨 三个拨 它会一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出现 那么我们看得出来 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这一段的话呢 是二拍 我们习惯用 t 来表示 那么我们来看 cos 呢 cos 的话呢 也是一样 它的话呢 周期就是二拍 那么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遇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怎么解决 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做几个立体 y 等于 2sin x 那它的周期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y 等于2sin x 它的图形的话呢 我们要从图形来思考 sin x 完全不变 y 是代表的是它的高度 如果它成了两倍的话呢 它的图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图形的话呢 是变得比较高 原来一的话会变二 原来负一的话呢 会变负二 所以它的图形的话呢 整体来说的话呢 它是向上拉 向下拉 所以的话呢 它的周期有没有改变呢 它是完全没动的 倒是这个的话呢 我们称的振幅变大了 那么cos 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 y 的话呢 这个图形的话呢 是 sin x 的 2x 那各位同学看看 会有什么状况呢 这个图形会不会有 这个周期会不会改变 图形会不会改呢 图形当然会改 它的话呢 当 x 等于 0 的时候 没有动 但是 x 等于 pi 的时候 当 x 等于 pi 它已经变成了 2 pi 了 它已经的话呢 走到了 0 了 所以的话呢 它的图形是 整体来说压缩了两倍 图形的话呢 它在这边的话呢 就走了一圈 到了 pi 的地方 就已经走了一个周期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周期 它会压缩 这边是两倍 但是它压缩的话 会变成了 2 pi 除以 2 pi 它的周期是变 pi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说 如果说的话呢 一半怎么办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应该可以非常的清楚了 这个的话呢 是它的话呢 速度的话呢 相当于是减慢了 它的话呢 整个的图形就会变得 往外拉 它的图形就会变成 周期就会变得比较大 那么这是 2 分之 x 这边就会变成了 原来是 2 pi 那会就会变成 4 pi 那对于正弦函数 跟余弦函数的图形跟周期 我们大概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